高雄的四文會主場館 陸生的閹閣會 到今天晚上的七點半要來記辦 九時將有三萬五千人的高雄 來聽這場閹閣會 等一個五點半就要開放給民眾來入場 目前這個現場準備的狀況 我們要請記者何正鳳說給鄉親知 好來 正鳳請講 謝謝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再度回到這個市運主場館的現場 來到這邊呢 四點半之後呢 就已經開始進行交通管制了 記者剛剛在路邊呢也發現 工作人員呢 都在把這個黃色的封鎖線呢 是圍在周邊的道路上 就是為了要預防民眾來停車 所以要再次呼籲民眾 開車的騎車的這個周邊呢 是真的都不能停到 而這個交通的部分呢 在這個周邊的海中路 從四點半之後就禁止 除了公車以外的車輛來進入了 是周邊呢 也不提供任何汽機車的停放 所以這個民眾呢 最好真的還是搭乘這個大眾運輸 像是公車啦捷運啦 來這個這邊呢是會比較方便的 而捷運的部分呢 也為了配合這個音樂會 幾乎呢是每兩分鐘呢 就會有一般的 所以是要建議民眾 是要多加的利用 而根據主辦單位這個數據喔 三萬五千張門票當中呢 其中有三成是來自中北部的民眾 所以呢如果說搭乘高鐵的話 可以在這個R17的這個市運站 來下車步行差不多約十分鐘 就會到達這個音樂會的現場了 而我們回到這個音樂會現場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這個三萬五千人這個場地呢 真的是非常的大喔 而且根據主辦單位的透露 到時候呢場外還可以容納兩萬名的民眾 所以到時候五萬多名的民眾呢 會將這裡擠得水泄不通 所以這個警方呢才這麼嚴陣以待喔 要來預防說到時候呢 如果民眾造成這裡交通大堵塞的話呢 到時候因應的方式可能會是希望說民眾呢 盡量是用步行的方式搭乘大眾捷運喔 是會比較方便的 而關於檢查的這個部分喔 今天上午呢這個高雄市的警察局呢 它是舉行了大規模的安檢 是在這個市運主場館這個部分 還有那個蘇珊的演練 主要呢還有防暴犬是來現場搜索看有沒有爆裂物 之所以要這麼小心謹慎呢 就是很怕說會有任何意外發生的 我們就是要在這之前來杜絕任何的可能 而我們回到這個音樂會的本身喔 這一次呢 這一個市運主場館的落成音樂會 這個主辦單位呢 是特別邀請到了這個Pieceball 交響樂團還有維也納的歌劇院合唱團 這兩個團體來到現場 為觀眾朋友們做演出 我們來看看稍早的時候他們排演的畫面 在這個音樂會進行當中呢 演出是沒有中場休息的 第一首曲目呢 就是采可布斯基的1812 其中有一個很炫的一個點呢 是說這個16個禮炮喔 到時候會以煙火來呈現 接下來呢 就是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 最後呢 這是貝多芬9號交響曲的第四樂章 快樂送大合唱來做這個壓軸 而且還有個最令觀眾朋友期待 就是這個合唱完了之後呢 還會施放三分鐘的高空煙火 讓整個氣氛是會開到最高點 而以上呢 這是現場記者來自現場的報導 我們家鏡頭還給彭女主播